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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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我覺得不可能的挑戰 強度都會不停地太高 挑戰是加快 黑肚頭 我的心有定了一定 吃得真是極低給她 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SOLAR KOF GYM 我是大家的節目主持人Burger 今天很榮幸邀請到Guinness的Kristin 跟我們上來做一個節目的分享 Hello 大家好 我是Guinness的Kristin 我們當時讀營養 畢業後就做一個營養學家 大概做了五年左右 我們就自己出來開了我們自己的公司 最主要就是在IG的位置 跟大家分享營養相關的資訊 以及幫忙和大家做一些討論 和營養有關的 我們現在的辦公室 就在中環的位置 OK 今次我們叫Kristin 是想說些甚麼呢 其實是想 我們叫做 賽後檢討的形式 說回之前JK爸爸 我們做了一個合作 就是他挑戰 40日減40磅 沒錯 這個project 究竟這40日我和他分別 都對JK爸爸做了甚麼 減肥策略 和觀眾去到抽屎膜 挑選一下 你知道要接JK爸爸這個project的時候 聽到他有這樣的目標 40日減40磅 你有甚麼反應呢? 其實我第一次收到IGDM的時候 我都是有點惡然的 因為40日40磅是一個 我覺得不可能的挑戰 以及以我們營養師的角度來說 我們就不refer 朋友仔那麼快去下榜 因為始終 用的方法比較hash 也未必每個人都可以做到 所以我們一開始收到這個DM的時候 我們有跟他說 未必做到 我直接跟他說 我未必做到 但是他們那邊也有表明 我們真的很想試試這個挑戰 你和我都應該很清楚 科學上有很多額外因素影響 又有機會有壓力 又有機會或者太過份的時候 你有機會反彈 你食慾會控制不到 所以我覺得是 不可以用極端去做任何 嗯嗯 還有意味著你用一個很短的時間 去落榜的時候 平台機率也會比較大 所以那時候我們也有想過 就是如果這麼快去落榜的機會 都會很快固定在那裡 那就未必真的做到40榜 因為我跟他聊天 我都發覺他是 真是一個頗執行和執行力頗高的人 所以我就覺得 如果你跟蹤我的收入給你做的話 我覺得你有機會可以去到六至七成 我覺得已經很理想的了 我當時聽到就是這樣 你最初第一次跟他接觸聊天 他第一次上來做consultation的時候 就知道他以前是一個運動員 其實我的心也定了一定 因為他本身以前也有一個比較harsh的training 有個底 對於營養方面 其實他都知道要有一個高蛋白的飲食 即他一開始已經知道了自己未來的只要做這件事 所以我會覺得容易一點去進行的 而且也感覺到他對這個計劃很有目標性 所以我都不擔心他會不會偷雞 會不會偷雞 或者偷食 我都不擔心 OK 我們設定了一個比較harshore的training 給他了 就是會不停地跟他玩一些上身下身 去到combine的訓練去super set 而且強度也會不停地提高 那你根據我這個strategie的時候 你那時候怎樣去想怎樣去安排他之後的飲食呢 始終要去減脂的計劃 所以我們都是用一個高蛋白或者低碳的飲食為主 但是我在碳水化物方面 我就不可以設定極低給他 因為我們之前都有很多朋友過來做consultation 都有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他們一個星期可能做五至六天的training 但是在碳水的位置 採取了一個極低碳的攝取 然後頭過可能一至兩個月的反應很好 就是下降得很快 但是變相很快他會感覺到 結果就固定了 所以我們也有擔心 因為始終他的training 是比起一般正常的朋友會再harsh 所以有機會這個問題出現得更加快 所以我就會在碳水的位置 會再額外加一點給他 還有他在平日的時間都會穿著一個褲子 是的 是的 這個也是Cardio 所以變相如果我真的在碳水的位置 那麼準取給他的話 那就很難進行整個Progress 那你可不可以再講一下當有個例子 你說他出去看一份Menu會傳給你 那麼有沒有一個你比較深刻一點的例子 是他發給你之後 你是怎樣去幫他決定 吃那樣會好一點 讓觀眾都知道 要不然我看完Menu 我呢參一下我不妨下 嗯嗯嗯 我們一開始會suggest了幾種的餐廳 即可能是種類的選擇給他 例如可能阿西餐會比較好 可能是一些日式的餐廳 即可能是一些刺身、當飯 那些會比較好一點的選擇 那他都是根據那些選擇去選的 那些什麼中菜的那些就盡量都避免了他 那通常去到西餐的Menu 那通常我都會建議去選一些扒為主 因為起碼都有一個足夠的蛋白質可以攝取到 但是選什麼的位置 哪一個部份的扒 那這個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 那我都會建議去選西欄的部份 或者可能是一些牛板鍵 牛柳的位置會再安全一點 那基本的酒汁 那些什麼薯條那些就盡量都沒有吃 就跟著白飯 是的 或者可能有些意粉 但是盡量都可以選一些 可能是番茄醬做大衣的 或者完全是沒有汁的 可能西餐那些就好像剛剛所說 刺身多數都是選一些低脂少少的部分去吃 飯方面都會有少少限制 可能大概多少件你就夠了 飯就是多少件這樣 對 因為有時候可能叫壽司 沒錯 通常你看到圓形的食物 是什麼形狀 什麼出來的樣子 你吃那樣東西 你就容易些計算 到底你吃了什麼 反而所有材料 把它混合在一起 你就看不到 對 你是煮的那一刻才看不到 你問廚師吧 你進廚房 對 沒錯 OK 好 我們的同事就預備了 JK爸爸本身自己的影片 他給我們看看他中間有個平台期 沒有問題 好了 今天就去到7月28日 7月28日 快樂不知時日過 距離上次我去完營養師路上廣 已經過了一個星期 那他真的進入減肥的平台期 整個星期 就是勤力運動 飲食清淡 都是減多了1kg 而已 心情有點忐忌 Anyway 你要保持正面積極的態度 一度管理脂肪 一度管理資產 好 加油 對了 這裡我們就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他開始在重量 體肢 可能就說有少少平台期 我自己就有個想法 有個做法 就是會不會是他生活上 可能睡得不好 接著會不會是他有些什麼壓力 會不會是訓練太過over 會多了很多的壓力 有其他耳蒙 有其他皮質順 就會分解肌肉 還有會脂肪積聚 消不了脂肪 所以我的做法 就會讓他休息多一點 叫他兩天都不用穿乎重衣 自由一點去放鬆 還有盡量去做一些 令自己開心一點的事 睡足一點 讓他可以過到平台期 當然在飲食上 為什麼會覺得不需要任何改變 或者是有沒有什麼改變 其實做了這樣 你要怎樣做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我都知道你應該會幫他再調整 他也有跟我說 所以我想看了他在休息方面做了之後 會不會已經可以改善了 所以如果我就盡量不動飲食絕 但是之後我再過多了一段時間再問他 他說我還是在88 所以我就建議他做refit 那一至兩天 盡量在碳水化物的位置再增加多一點 令到身體都知道 我好像都有足夠的 energy intake 讓身體都有多一點 energy 令到身體的 engine 好像叫做重啟 所以最後他再過來磅的時候 體重有繼續回落 給點掌聲 對 給點掌聲 大家一起給點掌聲 OK 那去到今次節目的尾聲 可能我再想問一下 如果我們經歷了今次這個經驗之後 他真的想去到40日40磅 雖然我們都是不健康的一個挑戰 但是如果給我們 你覺得給我們再做多一次 有沒有空間給他再去進取些 去再貼近這個結果 你覺得 我可能會在中期的時候 都會再加多一次refit 對 對 有機會令到平台期的時候 不會停在那麼久 可能會更加快就突破了 可能有機會可以再增加多一點點 沒錯 我相信如果再有多一次的話 應該都會更加壓規接的效果 應該有機會 但是還是那句 就是大家減肥 唉 你可以給我一個建議 千萬不要那麼進取 對 我們會覺得就是 持之而行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給大家 可能真的在一個月裡面 減到10kg 又如何呢 但是原來你不能夠堅持得到 反難的機會也會很高 所以其實最重要就是 飲食和運動都好 持之以行就好 沒錯 而我的建議就是 因為減得太快 對你肌肉的流失 都會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 循序漸進 最好 OK 今天我們再次 Thank you Kristen 來跟我們分享 多謝Berg 多謝 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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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